他原本是一名搞笑舞蹈主播 平常更是热衷于向粉丝分享爱用好物 但一招之鉴画风突变 让一众网友由此之后接受不了 原因竟然是因为过分擦边 从搞笑气质美女走到性感路线 仅仅只差一个无忧产美 为何评论区成爆破现场 今天帮忙带大家聊一聊 题目OK吗 题目作为舞蹈局非著名女主播 靠着自己内心的搞笑女天赋 以及优秀的身材和才艺 吸引了一大批网友的喜爱 但其中还是以女粉著名 就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 没事在直播上几个节目效果 和一群网红朋友之间笑笑闹闹 别具一格的特色 也是她在一众女主播之中拖延而出 毕竟就连擦边都没有擦明白 简直需要喜眼程度的舞蹈 尤其是当时原创的溜溜美 只别管我了 只能说跳得好 下次不许跳了 但好在题目还有一个副业 每天兼职做美妆分享 小事业那叫干的一个风生水起 但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题目 却突然有一天性格大变 开始转换风格 甚至连许多相熟的粉丝 都发觉了她的些许不同 从杀雕少女到美艳擦边 毫无疑问 现在的题目还是好看的 但是却将以往的视频全部删除 这个作品还几乎全部都跟舞蹈相关 而日常的射点 也是完全跟上了什么 擦边笛子舞 以及射门舞曲完全手拿把架 以前多变了穿衣风格 也逐渐变了单衣 之前为了配合装造 她可以偶尔可爱 偶尔明眼动人 但现在的她 总是穿着显示好身材的衣服 大秀一把自己的完美优势 但没想到 对于她这样的转变 却让不少粉丝有些不理解 认为她没必要改变风格 明明以前也好看 甚至原来在直播中 题目也曾表演过 性感舞蹈天花板火车摇 但因为自身搞笑性子的加成 也还蛮可爱的 就算是表演普通的热门舞蹈 也会受到无数粉丝的喜爱 但很快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原来现在的题目 已经签约无忧传媒旗下 无数网友更是争相拼乱 原来是无忧传媒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但题目改变风格之后 还是有许多支持她的网友 认为现如今的题目 终于找到了最适合她自己的风格 本以为一切都在 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她的评论区 却成为了他方现场 无数的直播老粉脱粉回彩 那现场简直毫不精彩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题目直播开始说起 她无意之间向粉丝求助说 自己受到了短信的骚扰 甚至有可能暴露自己的地址信息 这样弱小的小女孩 遇到这样的事情 粉丝当然不能选择袖手旁观 于是无数网友都奉劝她找警察寻求帮助 但没想到题目却并没有这么做 原本粉丝十分担心她的安全 于是便纷纷化身福尔摩斯 开始寻找线索 这不看不知道 一查下一跳 这个短信的发见人正是黑一只 而题目和黑一只还是很好的朋友 甚至在爆料自己被跟踪和短信威胁之时 黑一只还在评论区现身安慰 这一番无中生有的操作 也让无数担心她的粉丝寒了心 纷纷开始脱粉题目 甚至还声称 互联网真是让她玩明白了 不过在把门看来 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大家喜欢这个射牛小姑娘吗